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跟大家谈这个《阅障读经》 我们晓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天主 那么他说法的时间很长 本来释迦牟尼佛有一段时间 刚刚开始这个证悟的时候 有一个传说他不想说法 但是到最后他才说法 他有说法 本来他开悟来以后他不想说法 有这个不想说法的传说了 到最后他又说法 这个你要去体会这一句话 这个佛法切实难说 一说就没有完 你要让整个众生能够明白佛法 很不可能 因为佛法它是很妙又很深 可以讲每一部经都是堪生 很深很深 所以这个本身来讲 因为很难讲 所以佛陀领悟了以后 他不想讲 最后才不得不讲 一说呢 就说了四十几年 以前这个佛陀说法的时候 所有的弟子也一样是口口相传 口口相传 便没有记载的 以后才由后人根据这个口口相传 把他结集起来 就成为这个三藏 三藏十二部 三藏十二部 在今天像我们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图书馆 有大藏经 还有大政藏 我看到了大政藏 有乾隆藏 有佛教大藏经 有三个版本不同的大藏经 将来出来的这个大藏经 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 这个每一部大藏经 你放在这个柜子上 我问大家 你随气翻 也许翻是翻 有的人 有时候走到图书馆 去拿一本过来 这样打开来看一下 翻了 放回去 这是你翻过 OK 你那么多的大藏经 那么多本 翻 谁把其中的一本看完 有谁 我现在问大家 就是一本而已哦 不用讲那么多本 大藏经 一卡车的 单单你读完一本的 你现在几首 真实把一本从头到尾读完 没有 不要讲你们没有 我到山西啊 这个重圣市 重圣市 重圣市 它那个古本的大藏经 它收藏的 放在那里啊 那个管理员啊 拿着钥匙 好几把 要一个一个柜子打开 打开库门 再打开这个里面的门 再另外再打三层门 打开啊 那个书啊 一拿出来 都是灰尘 一翻开啊 都是重铸了 都是已经重吃了 试问 有谁这样子 去看那一部经 啊 我们西雅图 这个雷藏寺图书馆 花了很多钱 去买了这个藏经 摆在那里 你们不看它 就当成这个装饰品 试问很好 西雅图列藏寺的这个 比丘比丘尼 试问都很好 我们已经都看了大藏经 这些藏经都看了 就摆在那里 有啊有看啊 就是图书馆走过来走过去 有看到 这个就是看了 这佛邪如汉海啊 看了就怕 那些三藏十二部 你怎么去看 我告诉你啊 我天天看 我天天一定要看 不管你看多少页 一定要看 我是勉强自己 所以我讲啊 卢斯尊啊 本身啊 这个写作 写文章 跟修法 是两条轨道 你要写文章 一定要业障 要看藏经 一定要看藏经 那你什么时间看 那你什么时间看 我可以这样子讲啊 我没有空闲 我一有时间我就看 不管多少 看多看少 天天看 那总有一天 你把藏经看完 这个就是业障 就是要读经 你要养成啊 业障 读经的习惯 所以你一个行者啊 你要了解啊 三藏十二步 不简单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三藏 立藏 经藏 梦藏 律呢 是专门讲戒律的 讲布萨 比丘 比丘尼戒 所有大大小小的行事啊 都在立藏里面 经藏啊 就是佛陀的说法 佛陀的教训 有四阿寒 藏阿寒 中阿寒 雜阿寒 真意阿寒 四阿寒 论藏 就是 这个一般的论辩 的 问答式的 问答的 论章 里面有心理的论章 有伦理的论章 其實阿 要教大家看這個三藏 也是很辛苦 因為立藏阿 很枯燥無味的 一點味道 一點味道都沒有 你精藏還可以 精藏是散文式的 散文式的 中間還有祭阿 有宋阿 它有解脊阿 有這個阿 那麼論藏也很枯燥的 長篇大論 很故障 但是我今天阿 你學阿佛 你至少要看《大藏經》 一定要把它業障 要讀經 要懂的這些東西 再怎麼樣困難 你都要看 你坐在馬桶也要看 你坐在馬桶 時間浪費阿 一定要把它看完 但是以為阿 你坐在馬桶是無會 沒有關係 把馬桶關成蓮花 想成親近的場所 好嗎 好嗎 好嗎